不少路人似乎对于流量这个词充满敌意 毕竟随着娱乐这个圈子的不断扩大 而多小鲜肉和小花涌入了这个市场 想要通过了五块钱的方式分一杯羹 让很多实力派演员 很多观众谈及如今的影视圈现状非常 谈及如今的影视圈现状非常失望的原因 可王俊凯的一部天坑英丽似乎一改 很多人对于年轻演员的固定印象 看到了他们对待这份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与认真 很多时候并不是演员不想演好戏 而是他们实在得不到这个机会 在这部剧中 网友给小凯的评价是 在张宝庆的身上看不到一点他在生活中的影子 仿佛这个人就是从剧本中走出来的匹帅大佬 浑身上下都透着放弹不羁 很多小螃蟹们之前在给路人卖安逸时 最多也只能提到看小凯的影视剧 可以做到不会出戏 很多人仅仅只是他的简单的演法 并不敢对于少年们演戏技巧 有过多要求 害怕坏了路人好感 也担心他们的演技 确实配不上极高的赞誉 可是这部剧后 王俊凯对于角色人物的展现 以及每一幕剧的完成度 除了惊艳 那一批小螃蟹外更是收获了许多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如果能继续诞生像这样优秀的片子 那么王俊凯就已经离达成演技派演员的目标越来越接近了 很多观众更是被其中精妙的场景给深深震撼到了 这部剧可不似之前不少网剧的五毛特效 无论是在场景的刻画上 还是整个背景的搭建上 都绝对要超出其他的剧集一大截 而之所以剧组能花费大量的金钱 在后期制作上导演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提到了原因 邀请演员时 小凯在这部剧中主动自降片酬 很请剧组将其他的开销 花在背景制作以及服装安排上 并且这位和小凯 二度合作的导演还提到 那他在演技上的进步 在雪地拍戏时 我们每天的拍摄工作 大约在15个小时以上 那段时间小凯精神十分疲惫 可是即便如此 每当我们一打板 他总能迅速进入状态 甚至还能通过自己的情绪 带动演对手戏的演员 即能通过自己的情绪去感化他人 如果非要形容这种能力的话 那应该就是天赋二字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只能说王俊凯这个少年活得是非常通透的 他知道自己在演艺上要走的路还很长 因此有好的剧本出现时 他宁可自降片酬 不会因为一些迎头小力 而坏了整个剧组的进度 甚至还能主动提出拿出一部分的片酬 用于后期制作 这样的前瞻性 在如今青年演员的队伍中也是十分难得 也希望制作组能将这部剧 呈现到最好的状态 不辜负小凯对于这部剧的信任和期待 其实这么新年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